富邦因為被罵 所以他說我們沒有從源刁難 我們也沒有任意退保 另外有些殘險公司是拒絕重複投保了 反正因為整個保單將近八九百萬 所以很厲害的 《財訊》雜誌說本來是要保障的 現在變成不信任了 我也不信任你 你也不信任我 保險公司也不信任這些保護 你們給我重複投保 你們給我幹嘛 保護現在也不信任保險公司 搞了半天保完了可以說不算的 重複不算 那我一個人如果投五個殘險公司 五個受險公司怎麼辦 但是我死了你只賠一個 其他四個都說因為他重複不賠 可以這樣子 所以彼此將來沒有什麼互信 所以說這一張保單 毀掉半個殘險業 這個蠻慘的 而且說鬧劇比你想像的更誇張 說台灣是全球最趕的 兩年內賣超過一千萬張防疫保單 我們一共才兩千三百萬人 賣超過一千 然後呢而且保險公司 有一個風險管理委員會 形同虛色 沒有想到注射有風險 以為台灣都不會染疫 那這些人都笨蛋偏偏來保 沒想到這個風險 然後呢之前台產虧了八億 錢車之間大概也看不到 我覺得一般民眾理財保險 都是投資理財有賺有賠 可是通常這個業者都是穩賺不賠 那要問的問題就是 為什麼一個有風險控管的保險公司 會做出這種讓自己賠錢的事 不可能嗎 所以事前要嘛就是抱僥倖的心態 要嘛就是盡管會睡著了 到現在發現事情大掉了 才起來好像要說一些事情 台產你剛剛趙大哥講的 前車之間我不相信富邦這些公司 沒有看在眼裡 我幫大家簡單回顧一下 去年台產的狀況 當時大家都笑稱 他是一張五百可以槓十萬的 這一張保單 那當時他賣了四百萬件 收了十九點三億 但是才一萬人確診 這張保單就讓台產 從賺錢變成賠錢 這個事情去年才發生 那今年這一波所有的保險公司 開始重新賣防疫保單的時候 我不相信他們沒有做過風險評估 所以要嘛就是你錯信政府對防疫的能力 要嘛就是你保險公司 僥倖心心態 你只想賺錢 但是出了事你不想負責 這是我們現在覺得產險公司 最可惡的地方 富邦去年到今年四月 總共賣了兩百三十億萬件 是有效的保單 收了四十二點八億元 可是還有一百萬件是收了件 還沒有入到賬裡面去的 那我告訴他這是什麼概念 現在他們的保單是兩千五可以賠五萬塊 所以一個簡單的數學問題大概四十二點八億元 只夠賠八萬五千件 那麼他收進來這些保護 我用最基本的最保守的數字去算 如果是百分之五確診的話 他總共這個還有只能賠十一點六萬筆 所以很顯然他接下來這個就賠定了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富邦會現在集成這樣的原因 那我覺得重複保險這件事情更為可笑 拒絕重複保險問題是你光是一個富邦 你自己就有賣好幾張法船有理賠的保單 那請問你在賣的時候有沒有告訴這些保護說 我這個保單我建議你都重複納保了 你就保一種就好 你賣的時候叫大家哪每一種都可以買 賠的時候又說你不行每一種都出險 這完全說不過去 說不過去的話金管會怎麼能夠一睡再睡呢 事前這些產品公司在賣這些產品的時候 你有沒有出過聲音制止他們說 這個是槓桿很高的風險很高的 不要賣這麼多或者調整產品內容 沒有那現在這個狀況出來之後 你又不出手 我昨天還是前天看到陳時中部長講一句話 我覺得尤其過分 他說現在防疫確實受到保險干擾 所以現在又是保護的問題了 是你他講這句話的背景是說 他認為現在PC要塞車是因為很多人為了要出險 所以急急忙忙的衝進去 不是因為要拿藥 是因為想要拿這個居隔單 所以去申請保險理配 但我就問民眾他們確診了 去拿居隔單去出險何錯之有 你怎麼能夠把這個狀況推給民眾說 現在防疫受到了保險干擾 就算真的有也是因為金管會睡著了 才會造成現在這個狀況 掌握全球情緒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